他今年八岁,又当爹又当妈,在这个小小的年纪,别的孩子都在上小学,可他为了照顾小妹,无奈只能放弃念书的机会。 因为父母走得早,哥哥还要教书,家里的重担就落在了他一个人身上。 做饭时,他怕小妹受伤,就把他绑在桌腿上,然后学着做玉米贴饼,只是不管他怎么贴也贴不上。 最后把贴饼做成了一锅玉米粥,哥哥看见这一幕,也很是无奈,村里还有几十个学生需要他带,他也是没有办法。 邻居阿姨就给哥哥出了一个主意,让他娶个媳妇,在家里照顾小妹,那样,父生也能去上学了。 哥哥听到这里,还有点不好意思,但心里还是默许了,哥哥看见父生把小妹哄睡,自己眼泪倒在一旁。 哥哥心里也很不适滋味,他总感觉自己对不起弟弟,所以他想尽快找到解决的办法。 而父生虽然不能去学校上学,但他在闲暇时就会自己看书学习。 哥哥回到家,也会单独给他补习功课。 尽管生活多艰难,父生依然没有放弃学习的机会。 日子一天天地过,妹妹也慢慢地长大了,可哥哥的媳妇还是没能找到,就因为家里有两个脱油瓶, 所以没有人想嫁给哥哥。 妹妹得不到照顾,父生就不能去学校上学,但他经常偷偷带着小妹在教室外面听课。 即使这样,也不比在教室里学习的孩子差。 别人不会默写的字,父生照样能默写出来。 只是他光顾着专注学习,小妹就偷偷地溜进了教室,顿时分散了大家的学习注意力。 为了不影响别人,哥哥只能让福生带小妹回家。 福生心里虽有不舍,但他却知道,识大体,故大局。 哥哥也只能晚上回家,再把落下的课给弟弟补上。 到了期末考试,哥哥还给福生争取了两张试卷,这也是他第一次坐在教室里答题。 即使这样,福生的语文依然考了95分,数学考了98分,全班他是第三名。 很快就过年了,家里终于能吃上一顿饺子了。 哥哥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他们,只是暂时先保密。 没过几天,福生打完柴带着妹妹刚回家,没想到哥哥终于给他们带回来了一个嫂子。 这顿时就把福生乐开了花,因为有了嫂子,他就能去上学了。 他迫不及待地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全村人,他开心地一边跑,一边喊。 我有嫂子了,我能上学了。 嫂子的到来,让这个家才有了真正的家的感觉,也让福生看见了未来的希望。 嫂子很能干,洗衣做饭样样都会,没几天就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。 小妹和福生喜欢天天都围着嫂子转,福生也不用像以前那么辛苦了。 他现在就等着哥哥结完婚,自己就能去上学了。 哥哥和嫂子也在为结婚忙碌着,他们一起把家焕然一新,准备当结婚的新房。 本以为他们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,可没想到,嫂子想在结婚前就把福生和小妹送到老姨家去。 但被哥哥直接拒绝了,一是老姨家孩子多,自己都顾不过来,二是不能把自己的弟弟妹妹让别人养。 两人意见不合,因此还大吵了一架,而他们的对话都被窗外的福生和小妹听得一清二楚。 嫂子不想被两个拖油瓶连累,哥哥也不能放弃弟弟和妹妹。 最终,两个人还是分手了,福生不想自己和小妹连累哥哥,就想把嫂子追回来。 我们能分家,我和小妹自己能够。 可嫂子还是走了,福生恳求哥哥把嫂子追回来,还说能分家也不去上学了,但哥哥却无动于衷。 就这样,日子又回到了从前,上学的希望又泡汤了。 小妹看见别的孩子都有妈妈陪伴,这让她羡慕不已,她是多么渴望能得到这样的母亲呀。 可她的妈妈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,再也回不来了。 福生本想把嫂子劝收回来,就告诉嫂子自己可以带小妹一起过,让她跟哥哥好好生活,绝对不会当他们的累赘,就连小妹都恳求嫂子。 你和我大哥好吧,我和福生哥一块儿过。 嫂子被他们的话打动了,但现实却很残酷,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。 也许嫂子就是一个追求现实的人,所以最终她还是转身离开了。 兄妹俩就这样默默地看着嫂子离去的背影,眼中更多的也只是无奈。 福生的希望再次破灭,这个家又要靠她撑起来了。 心里即使百般难过,但也要咬牙挺过去。 福生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去上学,就连她做梦都会梦见在明亮的教室里上课。 这就是她最快乐的时光,想想都会被笑醒。 可生活总是不如意,兄妹俩上山砍柴,小妹被动得发烧。 福生也只能背着小妹下山,多亏了邻居阿姨帮忙照顾,小妹的病才好了起来。 不久,村里土地改革,村长知道福生家里困难,就把最好的一块地分给了他们家。 可哥哥还要教书,根本就没有时间打理。 面对这么好的地,福生却犯了愁。 村长告诉他,不用愁。 但哥哥却感觉,总让乡亲们帮忙也不是办法,再说这样下去,也耽误福生上学。 于是他就和老姨商量了一个办法,把小妹送人。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,虽然心中有万般不舍,但这样会让福生和小妹过上更好的生活。 哥哥并没有把真相告诉福生,而是告诉他,马上就可以去上学了。 这让福生非常开心,但他没想到,哥哥准备把小妹送走。 趁着福生不在家,小妹就被人领走了。 当福生得知小妹被哥哥送人了,他拿起菜刀就要把小妹追回来。 哥哥夺过刀,拦住了他。 福生就挣脱开,拿起斧头追了出去。 就这样,小妹再次回到了福生的身边。 不管哥哥怎么劝说,都改变不了福生的决心。 他宁可不去上学,也不把小妹送人。 最终,哥哥也想通了,不管生活多么艰难,兄妹三人永远都不再分开。 从此以后,福生更加刻苦地读书,因为他知道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。 很快,他就自学完成了小学的课程,妹妹也长大了,哥哥想让福生去县城直接上初中。 可校长一听福生连一天学都没有上过,就对他的功底有些担忧。 本想直接拒绝,但在哥哥的恳求下,校长破例让他现场做试卷,还让老师在一旁监考。 最终,福生按时完成了各种考卷,并且全部都证确。 这让老师和校长都对他刮目相看,福生给村子带来了光荣。 开学第一天,全村人都为他送行,还专门派手扶拖拉机送他进城。 踏入校门的那一刻,福生的内心非常的激动,这也是他最大的愿望,他终于能真正地坐在教室里学习了。 福生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妈妈,他飞快地奔向山顶,他大声喊着, 福生的努力没有白费,他没有辜负家人对他的期望,每个人都有梦想,他是人人所向往的。 面对梦想,要有坚定的信念和目标,清紧一却去为之努力奋斗,还没开始就否定自己的人,是不可能看到希望的。 你要敢于为梦想去拼一拼,即使被现实打败,也不要放弃,人生就应该有意义,去做想做的事情,去努力奋斗,去实现自己的梦想。 感谢您观看本期视频,欢迎评论区留言,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